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R和S就是AB迪卡尔基的子集 它们都是集合 于是集合的运算 也就可以应用于R和S上 例如交并补 R和S的交关系 我们还写作R交S 定义为 有序对AB属于R交S 当且仅当AB属于R且AB属于S 类似的可以定义 R与S的并关系 R并S AB属于R并S 当且仅当AB属于R或者AB属于S R的补关系 AB属于R补 当且仅当AB不属于R 下面我们通过一些例子来说明 例如这是所有的选课可能 而R是实际发生的选课情况 当我们在计算R补的时候 就在所有的选课可能 也就是这个迪卡尔基中 滑去属于R的 有序对 所余的就是R补 实际上就是没有发生的选课情况 在第二个例子中 R和S都是A上的关系 于是我们可以计算R交S R并S 那么除了普通集合的交并补运算之外 关系作为一些有序对的集合 它还有它独有的运算 这里我们主要介绍两种 第一种我们称之为关系的逆 假设R是A到B的关系 那么R的逆关系 我们写作R上降标-1 定义为 所有满足A B属于R的 有序对B A全体 那么R逆按照定义 就是B到A的关系 从定义来看 我们可以简单的说 R的逆关系 就是将R中每个有序对 第一元素 第二元素 兑换 构成的 例如 R是A上的关系 那么R逆就相当于 将R中 每一个有序对的 第一元素 第二元素兑换 在例如选课关系中 R逆实际上表示的物理含义是 有哪些课被哪些同学选修 接下来呢 我们来介绍 关系的这四种基本运算 在关系矩阵 关系图上 有什么特点 这是R和S的关系矩阵 关系图 我们先来考察 补关系 由R 可以得到R补 这是通过定义得到的 接着我们写出 R补的关系矩阵 关系图 我们先来考察 关系矩阵有什么特点 如果我们把它改成 空白和对勾的形式 再叠加 就会发现 每一个位置上 恰好有一个对勾 这就说明了 R补的关系矩阵 恰好就是R关系矩阵的补 这里面有一种 内在的和谐性 下面我们观察 将有项图叠加之后 会发现 包含了所有的 可能的有项边 而且仅出现一次 第二我们来观察 逆运算 由定义 我们可以写出R的逆 接下来我们给出 R逆的关系矩阵 关系图 还是先来判断 关系矩阵的特点 可以看出 R逆的关系矩阵 和R关系矩阵 关于主对角线 是对称的 换言之 R逆的关系矩阵 就是R的关系矩阵的转制 那么在关系图上的特点 可以看出 就是将R中 每一条有项边都反向 就得到了R逆的关系图 第三我们来观察 交运算 我们得到了R交S 给出了R交S 它的集合表示 我们还是先来看 关系矩阵 如果我们将R和S的关系矩阵 重新表示为空白和对钩的形式 叠加 我们就会发现 R交S是被叠加了两次 也就是R和S的二维表中 都存在的对钩 这个过程 我们之前在介绍 布尔矩阵的交运算的时候 见到过 那么作为关系图 最后保留的是 重合的两条有项边 也可以看作是 边集合的一种相交 最后我们来观察 R并S 我们来看关系矩阵的特点 改成空白与对钩叠加 得到的就是 R并S关系矩阵 这个过程 实际上我们之前在介绍 布尔矩阵的并运算的时候 也完全地遇到过 而关系图就更加简单 直接叠加即可 也可以看作是 边集合的一种并运算 最后我们要介绍的是 关系的第五种运算 也就是我们说的两种特殊运算中的第二种 假设ABC都是集合 R是A到B的关系 S是B到C的关系 那我们就定义一个新的关系 我们称之为 R和S的符合关系 或者合成关系 我们写作 S小圆圈R 一定要注意这个次序 我们这里采用的次序 是为了和之后我们介绍 函数的符合相一致 那么 这个符合关系 具体包含哪些 有序对 AC呢 它满足的是 小A属于集合A 小C属于集合C 也就是说 它是A到C的一个关系 但是还有一个要求 就是存在着一个小B 属于集合B 使得AB属于R BC属于S 也就是这个 元素B的存在 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R呢 我们表示 选课关系 S表示的是 各个课程 需要在 哪些教学楼 授课 我们用示意图形式 来表示R和S 那么 R符合S 这个符合关系 包含哪些 有序对呢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 黄颜色的 两个有项边 表示了 张一教 这个有序对 属于R与S的符合 类似的 我们可以给出 其他的有序对 这就得到了R与S的符合 它实际上代表的是 学生到楼 这个集合上的关系 第二个例子 大家可以自己验算 S与R的符合 R与S的符合 分别是多少 并和我们给出的结果 并和我们给出的结果 相比较 注意的是 两个结果并不同 也就是说 关系的符合运算 一般来讲 不满足交换率 那么 符合运算 它的关系矩阵 如何计算呢 有什么联系 这个定理给出了结果 R和S的符合 这个关系 它的关系矩阵 就等于 R的关系矩阵 与S的关系矩阵的 布尔基 例如 R和S的关系矩阵 由二者 我们可以计算 它们的布尔基 由这二者 我们也可以计算 R和S的符合 并求它的关系矩阵 二者对比 会发现 是完全相同的 下面我们来证明一下 我们先来考察 为什么 在R和S的 符合的关系矩阵中 第二行 第三列 是1 这是因为 在R的关系矩阵 第二行 和S的关系矩阵 第三列中 有相应位置 都是1 也就是说 在R中存在着 有序队 21 而在S中 存在着有序队 13 那么按照 符合运算定义 23 就属于 R符合S 而下下 也说明了 布尔基中的 第二行 第三列 是1 下面我们用这个图来说明 这个图我们之前 在介绍 布尔基运算的时候 遇到过 如果RiK等于1 说明 说明 说明存在着 Ri到J的有项边 也就是 它的关系矩阵 第2行 第J列 为1 在本讲最后 我们总结一下 之前讨论的结果 对于5种基本运算 我们给出了 它们关系矩阵的 计算方法 具体而言 补关系的 关系矩阵 就是 原关系矩阵的补 交关系的 关系矩阵 就是关系矩阵的交 病关系的 关系矩阵 就是关系矩阵的病 逆关系的 关系矩阵 是 原关系 关系矩阵的 转制 符合运算 关系矩阵 是 关系矩阵的 布尔基 但是注意 这里一定要注意 下标次序 不要写反 这一讲就到这里